各位好,我叫Caroline 今天我将谈一谈安全指标入门者指南 我当前管理着Zinger Inc.的安全计划 我以前在eBay担任全球信息安全团队主管 在此期间,从零开始制定了eBay的安全指标计划 我当前还参与一些与安全指标定义有关的行业计划 正在与Cloud Security Alliance Matrix Working Group 以及Center for Internet Security这样一些组织合作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些前车之件 当初,在我开始制定我的安全指标计划时 若能看到这些,那就太好了 所以,今天要讲的内容将是非常实用的操作方法建议 以及以前做过此类事情的人总结的一些经验教训 我们首先要讲 我们衡量安全性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以及衡量安全性有哪些好处 我将谈一谈如何从一些简单的步骤做起 并向你们提供一些建议 以及我从做杂的事情中吸取的教训 我真想换一种方法做这些事情 但没有机会了 今天我要讲的第一个话题是 我们为什么要衡量安全性 实施一个可靠的安全指标计划有哪些好处呢 首先,我们的资源有限 我相信信息安全行业的各位同仁都有同感 我们总是没有足够多的资源去完成需要做的工作 Dan Gere说过的一句话很精彩 安全攻击者要想得手 他们只需找到一个漏洞 并发起一种管用的攻击就行了 而在防御一方 作为信息安全专业人员 我们要做的工作 是跨整个防线抵御所有可能发生的攻击 所以,为了做到最有效 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在信息安全计划上 投入的有限的人力、预算和资源 并尽可能精明地利用这些资源 因此,可使用安全指标来衡量你的安全计划活动的有效性 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 我想谈的安全指标的一项好处 是我们可以判断正在发生什么情况 进而将深入见解和可视性纳入到一项安全计划中 在安全保护方面 我们做的太多工作都明显地以实践为导向 我们执行漏洞扫描、执行评估等等 我们以实践为导向的特点太明显了 而安全指标让我最喜欢的一点是 它迫使我们转向以成果为导向 以及我们要问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有哪些成果 例如,我前面提到了漏洞扫描 我想这是一个极好的安全活动事例 许多企业都定期执行这一活动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件好事 而且很有可能我们都在定期做这件事情 但如果你把安全指标带入考虑范围 你会发现,执行漏洞扫描和确定这些漏洞中 有多少真正得到了补救和修复 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 所以,如果你开始考虑将安全指标 引入到你的安全保护实践中 并考察一些成果 你的关注点就可能会从 你在做些什么工作转到 你的工作成果是什么 你是否将资源重点安排在了正确的事情上 所以在本例中 我们要谈一谈安排资源去发现漏洞这一话题 还将谈到我们可以将重点转移到使用资源去修复这些漏洞上 我认为,通过建立安全指标和定义安全指标目标 我们可以做到更加准确 在决定要做的工作时没有丝毫含糊 所以,建立安全指标的另一项好处是能够收集数据 以便做出更好的决策并证明决策的合理性 在我尝试制定安全指标时 在决策方面,我要问的问题是 你怎么知道你当前在做的工作是正确的? 我们谈了许多最佳做法 许多安全活动 但安全指标却要把关注点转向你的成果是什么 从战略角度来看 安全指标可帮助你决定如何使用资源 你的资源应该用在哪一方面 还有,从运营角度看 这些资源应该将时间用在做哪些事情上 而且,安全指标还可用于确定你在安全计划中的投资情况 以及安全计划产生了什么结果 我有一种观点 那就是,如果你在使用安全指标 那么你在安全计划方面做出的决策就应该有别于以前的计划 因为,我认为这一区别非常重要 它决定了你是对现有数据视而不见 还是能够看到它 而且,如果这是有用的数据 那么我认为你的决策应该有别于在没有这些数据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 我认为如果你已经知道某件事 那么再去收集关于它的信息就是在干蠢事 我认为这是在浪费资源 而且,如果一切顺利 你为你的安全指标计划确定的目标将可以为你提供必要的数据 让你可以做出不同于以往而且更好的决策 安全指标的另一项好处是让你越做越好 几天前,我和Andy Jacobs谈话 他是这一领域的一位领航者 我们谈到了安全指标带来的好处 其中一项是鼓励人们不要安于现状 你经常以某种竞争意识或实现某某目标作为鞭策手段来驱使人们做得更好 不是吗? 我相信你总是可以比今天做得更好 有可能我们今天做得比昨天好 也有可能我们可以通过进行合理的规划在明天做得更好 说到安全指标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对自己的现状做出诚实的评判 另外,还要合理地确定你认为可以达到的目标 以及可在多长时间内实现目标 越做越好的另一因素 不仅涉及到安全团队或安全职能部门 还延伸到了整个企业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以及信息安全计划的发起人 建立安全指标计划 将有助于创建一个在与这些不同的发起人 和利益相关方交流时使用的与会库 这样,无论你到哪里去做 或者谈论信息安全工作 人们都更容易理解你希望达到的目标 作为信息安全专业人员 我们是这一领域的专家 但我们也有责任向他人解释我们正在做的工作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现在,我们已谈了建立安全指标的根本目的 下面我将稍微深入地谈一谈应该如何起步 就我本人而言 我的起步过程可以说有点艰难 在我几年前开始这项工作时 我找了这方面的一些书,一些谈话 甚至到去年Metricon大会召开时 我们还发现在接受调查的许多安全组织中 没有一个在安全指标方面做得很好 许多人尚没有起步 而且他们事实上无法论证 在衡量安全性方面投入宝贵资源的合理性 我认为他们的想法是 干嘛把钱花在衡量安全性上 而不是去实施安全保护呢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关于 怎样让安全计划得到最高效使用的这一问题 我还认为 我们现在的合规性环境有时非常复杂 为了遵守法律 你需要担负很多责任 做很多事情 另外 我们部署的大量不同的安全技术 也带来了复杂性 所以我认为 比较容易的一种做法 是从一种安全技术开始 并考察该供应商可能已经内置于技术中的安全指标 今天我的目的是向大家建议一种不同的做法 他从提出一些问题开始 我真想坐在这里跟大家审侃闲聊一通 告诉你们说 所谓安全指标也就只有五项 只需遵守这五个步骤 你就能出类拔萃与众不同 但不幸的是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 对于任何安全计划和任何组织来说 安全指标都将具有独特性 它取决于你的业务类型 你的业务战略目标 以及你所在的不同的合规性环境 所以岂不是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瞄准那些有待改进的目标 在这个领域中 也很容易迷失方向 并很快变得不知所措 在安全保护领域中有许多东西 许多我们要衡量的不同事情 但一种好的做法是缩小范围 瞄准一两个或三个重点关注的目标方面 下面我们很快就会讲到如何去做 下一步是设定希望实现的明确目标 这里非常适用的一种想法 是建立Smart衡量系统 Smart是specific, measurable, actionable, reasonable 和time-based的字母缩写 意思就是要确保你的安全指标具体 可衡量,可操作,合理,而且有时间表 然后是最后一步 也就是随着你的安全指标项目的进展 在你建立基准,确定目标 并开始向目标迈进的时候 要不断并一致地衡量并报告你的进度 这里,我想讲一个跑马拉松的例子 在2008年,我决定跑马拉松 而这是我以前从未尝试过的 事实上,平常我最多一次跑7英里 而马拉松要跑26.2英里 我报名参加的马拉松比赛是在6月份举行 而我是从2月份开始训练的 所以我制定了非常具体、可衡量、可操作、合理 而且有时间表的目标 我想知道,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如何做到一口气把26.2英里跑下来 我想这可以作为我们安全保护活动的借鉴 因为它非常具体而且易于理解 说的具体点就是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 有明确的时间表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从7英里增加到26.2英里 而且在此过程中要进行相应的训练 定期核对 对于我,就是向赛跑团队和我的教练进行核对 以确保我的进度合理 并能够纠正任何可能存在的错误 例如,在过程中我可能发现跑步姿势不正确 它对我的膝盖有不利影响,等等 类似的,在安全指标项目进行的过程中 在开始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你要使用的工作流程 或者技术存在某些问题 所以在此过程中 要定期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核对 以确保你在正确的路线上并调整期望值 确保它们始终是合理的 嗯,我们的起步方法就是这样 下面我们还要谈谈如何选择正确的关注方面 在这里我想陈述几个 关于该从何处开始的问题 这样你就不会因为茫然不知所措而胡乱挑选 而是一开始就知道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 并能够根据你的具体环境来判断 哪些是你应该遵循的最佳安全指标 这些问题包括 对于你的安全计划和业务来说 什么是重要的 哪些地方破损了并需要修复 你可以衡量当前状态 并在逐步改善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衡量 大家希望实施的基本安全措施是什么 最近的新闻中 有哪些事件会让大家来请教你这位安全专家 而且你想给他们一个完美的回答 还有就是你可能已经实施了所有这些基本安全措施 但新措施是什么 你在尝试哪些新东西 或者说你最近在开发或创建什么 首先我们看什么是重要的这一问题 这里我们要谈三个方面 第一是合规性 对于某些企业来说它非常重要 在金融行业中 它重要性更高 第二是风险 我认为对于所有安全专业人士来说 风险非常重要 第三是如何促进你的业务 在你找公司的CEO 首席风险管理官 或首席财务官去谈话时 这三方面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而且这些也是你的信息安全指标计划 应关注的理想目标 在合规性方面 要收集一些安全指标 以确定你的企业处于什么状态 能否通过下一次审计 通过收集这方面的安全指标 你将能够谈论当前状况 而在风险方面 你要考虑哪些是最引人注目的风险领域 他们的受保护程度如何 他们对业务的重要性如何 你应该如何制定安全指标 以便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在业务促进方面 要考虑企业中最重要的信息资产是什么 谁负责管理这些资产 这些资产的生命周期是多长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将因安全计划而异 因企业而异 但通过回答这几个问题 你就可以起步了 安全指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是考察并判断不完善的地方 哪些地方破损了并需要修复呢? 我将此划分为两个方面 即流程方面和技术方面 我认为在有些情况下 流程改进有时会被人们忽视 我认为在安全保护领域 我们有一种倾向 那就是在执行最佳做法 执行每日、每周或每季度活动时 我们心里的想法是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应该一直这样做下去 而我在这里要提的建议是 要问几个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的问题 以对你的业务非常重要的一个流程为例 流程经过定义了吗? 它有文档记录吗? 参与执行流程的人 是否就流程步骤达成了一致? 每个人都同意的步骤是否相同? 以及应由谁来执行这些步骤? 这些步骤是否得到了一致的执行? 列出的服务级别协议是否得到了遵守? 在制定自己的计划时 你可以问这几个问题 以确定是否有你希望作为改进目标的流程 下面是几个流程示例 政策例外流程 供应商评估流程 漏洞管理流程 业务连续性评估 或任何此类常规活动 我们执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 看某个流程是否不完善并需要恢复 另一个是技术方面 举例来说 如果你部署了一种安全技术 并有恶意软件检测机制 你的安全技术的覆盖范围是多大? 你是否只在总部执行恶意软件检测和技术扫描? 它是国际化的吗? 哪些方面存在缺口? 你的计划中 何处存在你希望解决的漏洞? 另外 在非安全技术方面 哪些类型的数据 在由该技术进行存储、传输或处理? 它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 它是不是一个可能已破损并需要修复的方面? 然后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方面 那就是审计发现 如果你让第三方来执行审计 他们发现你的计划中有缺口 那么从这里入手 也不是唯一一个好办法 我当然希望你在安全指标方面 已经有了一些成熟的想法 即使是这样 我还是建议你从一两个想法开始 而不是一下子开始实施十个想法 但如果万一你尚没有成熟的想法 你可以再问自己几个问题 它们是 什么是基本的? 在这些彼此独立的基本功能中 有哪些当前未包括在你的安全计划中? 预期目标是什么? 如果你要跟公司中的一位执行官谈话 而此时他正在读华尔街日报 看ABC新闻 或者每日秀之类的节目 并且碰巧看到了与安全性有关的内容 他们可能就会征求你的看法 你可以建立安全指标 以便向他们解释说 他们的担心不是一个问题 或者解释你在这方面实施了非常完善的保护 最后一点是 对于我们中 那些在安全保护上已做得面面俱到的人来说 你有什么新措施呢? 你最近在开发哪些有新意的东西呢? 下面 就我已做得非常好这一说法 我将谈几点实用的建议 如果一切能从头再来 我会将这些建议告诉我自己 让自己把事情做得更好 下面 我们要谈一些实用建议 最最要紧的是 我建议你先修复流程 然后再让它们自动化 自动化一个破损的流程是毫无意义的 这里我们举的一个流程示例是 刚开始时你有一个破损的手动操作流程 然后可能有一家销售流程工具的供应商找上门来说 嘿 如果你用我的工具将你的流程自动化 你的生活会更轻松 有时这看起来非常诱人 你想马上就这样做 你会想 好吧 我要将流程自动化 然后再修复它 这里我想告诉你的是 这不是正确的做法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有一个破损的手动操作流程 你应在它上处于手动阶段时修复它 然后在你决定实施自动化时 你有可能会聘用一些开发人员或顾问 来帮助你构建自动化的流程 而此时 你的系统已处于可正常工作的状态 这会让你节省一些时间和资金 另一个我想提供建议的方面是 向关键受众传递关键讯息 你可以制定你的安全指标计划 但我的建议是 你要记住应该将这些设想告诉谁 谁将阅读你的安全指标报告呢 他们是否会阅读它 能否理解它 这里列举了在你与CEO、CFO 或首席技术官界面之前 可以自问的几个问题 我这里提供了一个列表 其中列出了你可能要会见的人 他们是信息安全计划的发起人 或利益相关方 还列出了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的各类指标 以首席财务官为例 他最感兴趣的是 理解你对安全计划投资进行的合理性论证 你今年要花多少钱 你的团队中有多少人 他们可能希望看一看 与你在同一行业或从事相同业务的公司的基准数据 并了解他们的安全投资情况 然而 首席财务官可能不太关注 修补程序和漏洞管理之类的事情 这些东西更适合与首席技术官去谈 下面谈最近取得的一些经验教训 第一点是 定义目标时要非常明确 再回到前面举的跑马拉松这个例子 如果我只是某天早上醒来后 一时头脑发热 做出了今后某一天要跑马拉松的决定 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在几个月内达到26.2英里这一目标 而且很可能会偏离最初的目标 并且不会那样专心致志 所以我认为 要高效地建立安全指标 其中一项要求 就是非常明确地定义你的目标 另一点太重要了 所以我决定给他加一个新 这一点就是立即开始报告 我的建议是 你要开始向流程所有者和利益相关方 展示你选择考察的任何安全指标 立即开始让他们看到数据 即使数据尚不完美 我发现 如果你开始向他们展示数据 而且他们看到数据错了 他们会更愿意去修正它 这比你把数据隐藏起来 然后自己尝试去修正它 要强得多 我认为 如果你在有限范围内 让大家看到了你的数据 实际上就会让你在计划中使用的数据 变得更加清晰、准确 最后一点是 要有耐心和毅力 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 你需要找很多人谈话 很多利益相关方 很多人要参与这些流程 而且一路上会有一些磕磕绊绊 搬起一块石头后 你会发现下面有一些需要清理的杂烂东西 但我的建议是 你把这当成一次机会 尽管这听起来不是很美 如果你发现了以前未意识到的错误 这也是你进行修正的机会 我认为这是安全指标的另一项优势 在结束今天的讨论时 我想指出几项你们可以参考的资源 Bessie Nichols Lean Tewos和我写了一本 名为《安全指标入门者指南》的书 将由Macro Hill出版社于6月份出版 现在也可以开始在Amazon.com上预定 如果感兴趣 我建议你们读一下这本书 我还建议你们咨询 Center for Internet Security 和Cloud Security Alliance这两个不错的机构 在这里 你们可以与安全指标感兴趣的人交谈 并判断此领域中行业标准的发展方向 另外 Securitymetrics.org也是一项不错的资源 它列出了MetricCon大会的议程 日期和时间 所以 我建议你们经常查看所有这些资源 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 参加本次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